一公子 今天我们要换个选择 啊 可是我上期讲米开朗记录 很多粉丝很喜欢 我这次本来还想讲一个比米开朗记录更牛逼的人 可是你不知道吗 最近将会有发生的业当事 你再不讲的话就out了 啊 哦 为了导演这句话 我专门去看了这一场展览 哎呀这个展览真的好难预约 一天一千个人的名额 而且呢像我种散客是没有资格进去的 必须要组团 所以我就打了个电话拖了好多层关系 才找到了一个团加塞把我给弄进去 早上八点半吧 我记得到了展览馆现场 九点钟开的门 八点半乌泱泱的全是人 所有的媒体长枪短炮都对着这个展览 我当时就想说到底什么展览这么重要 你看就是这个 武色炫耀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 考古成果展 初看这个名字呢 你可能觉得说 好像也没看出有什么很牛逼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重要 海昏侯到底是谁 所有人为什么都不需要了解它呢 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海昏侯 曾经它是个皇帝 当过27天的皇帝 实称汉废帝 我们都知道新中国建国以来呢 唯一被挖掘出来的皇陵就是定灵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直到我们活到挂掉的那一天 也很难能够再找到这等规格的汉墓 可是我经常都听人家讲说 那个汉墓是十世九空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东汉末年曹操当时设立了一个摸金校尉 走到哪儿它就挖到哪儿 所以很多的汉墓都已经被盗掘了 波仰湖曾经发生过一场地震 就把这一座墓整个就淹到了水里面 呃 因为它在水里 所以盗墓者很难能够具备水下探墓的条件 同时呢 很多文物在水里面有了恒定的湿度和温度 才得以被保留完整 但是这一座墓到底是怎么被发掘的呢 一切还要从2011年的那一个春节开始说起 2011年的2月份 南昌新建关西村有一个村民叫熊菊生 最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 他们村子附近有座山叫郭敦山 他说有一个晚上 他开着摩托车经过这个郭敦山的时候 发现有几个人 他拿摩托车的车灯指向他们 问说你们在干嘛呢 我们在抓兔子呢 过两三天他发现越响越不对劲 因为郭敦山的山头 不知道什么时候黄土堆又加厚了一层 他赶紧叫上这些村民往山上走 15米深的稻洞 打在海昏猴棺果的正正中央 就差那么一个榔头 那个棺果就被击穿了 2011年挖的到五年后的今天 才正式的对外公布 也才有了这个展 汉代有一个观念叫做 誓死如是生 什么意思呢 就是生前住什么样的地方 死后照样来一份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墓室是方形结构 除了有一个卧室以外呢 外围有一层回廊 包括影音娱乐室 书房 衣帽间 保险柜 放乐器的 放酒的 放吃的 还有两个车库 所以你从他的现在的墓葬结构 就可以窥探得出 当时海昏猴生前住什么样的房子 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 光走进他别墅的时候 先映入眼帘的是东西两个车库 这两个车库里面挖了20匹马的残骸 然后一共有五辆车 换句话说 平均一辆车是由四匹马拉着 在古代的行制里面呢 是天子驾六 诸侯王驾四 也就是说 只有诸侯王以上的级别 才有资格乘坐这样的马车 我们且不论这个马车的装饰有多么豪华 单看这个马上的装饰 你看这个当炉 图片就特别的精美 挫金的工艺 这个当炉是干嘛的呢 其实就是附在这个马的前额上 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天哪 他的马真的比人都还要金贵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银当炉 这个银的当炉 从风格上看 好像不太是中原的产物 有点点像西域那边的 对刘鹤来讲也算是一个外来货吧 其实在看马当炉的时候 我不是特别专心 因为我的目光常常要飘到旁边去 你很难从旁边移开 你知道旁边是什么东西吗 金 一点金 有什么马蹄金 零纸金跟金灿灿的金饼 天哪 据说是迄今为止出土的 从零木棉挖出来的金的数量 最多的一次 那个马蹄金跟零纸金 我一开始看的时候 我以为说是 不会马的额头上是金的 然后马蹄也穿金带银的吧 专门给马用的 老实说不是 那个马蹄金跟零纸金呢 是皇帝赏赐给诸侯王的 据说有一次汉武帝外出 看见了祥瑞 特别开心 就说啊有祥瑞 那就打造一套纪念币吧 于是就拿了这套纪念币 分赐给自己的诸侯王们 而旁边的那一些金饼呢 是诸侯王们要进贡给皇帝的宝贝 这些金饼加起来两百八十几枚 每一枚足足有半斤重 纯度达到了九十九 当时挖掘出来的时候 要四个人一起才有力量 把这些金子端出来 如果这些金子还没有办法 入你的法眼的话 那旁边的东西 真的是要让我们大吃一惊 你见过一屋子的钱吗 当时考古人员 一挖掘出来的时候 就是堆的跟小山坡一样 粗略估算了一下 大概有两百多万枚的无珠钱 相当于十几吨 也就是 再重量一吨的卡车 从你身边呼啸而过 一连十几辆 对 就这样 这些钱呢 还是没有上市流通过的 据说是当时海昏侯过世了以后 他的侄子 也就是当时的皇帝汉宣帝 命人给他的一个白包 当然如果光看他的坐骑和这些钱 只能够证明他是一个土豪 但接下来的文物才能证明 他是一个贵族 贵族活得有多讲究啊 你知道从他的乐器库里面 挖出了三赌的边中 周里记载 四赌为帝 三赌为王 皇帝死后呢 可以用四赌的乐器墙 而诸侯王可以用三赌 这里面的三赌边中也就证明了 他是诸侯王的等级 同时呢 古人吃饭 人讲究的是 忠明鼎十 坐在席子上 然后呢 分鼎而十 旁边还有边中敲出来的音乐作伴 那所谓的鼎呢 这个在等级上也是有讲究的 人们说天子九鼎 只有天子才能用九个鼎 而这一次啊 在海昏侯的墓里面 就从厨具库挖了一套九个鼎 诶 按道理说 聂金从皇帝被贬为王猴了 怎么还能用九个鼎呢 有人就说 也许是海昏侯当时被贬 被流放的时候 顺道从宫里面烧了自己的餐具回去 哦 还有一个东西我要提一下 我记得那天展厅大门一打开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齐刷刷地奔向一个明星单品而去 我也是扒开人群 好不容易看到那一个单品 诶 据说这就是史上第一个火锅 诶 这个火锅真的不一般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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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觉得这个很适合放在我们微信里面吗 我们可以把它讲得更详细哦 也可以啊 那大家到我们的微信里面去回复 锅 给你看2000年前的人们吃火锅的时候 是怎样比我们更讲究的 还有一个东西我要提一下 让我印象非常深 就是席震 这个席震是拿来干嘛的呢 就是压在竹席的四个脚上 天呐 我们现在人用竹席 啪一扑下去 那个四个脚翘起来怎么办 拿一本破除压的 屁股拿下去搓一搓吧 搓平了也可以啊 但人家专门定制了四个小玩意儿 专门压在那个四个脚上 而且还不止一套 好几套 每天根据自己不同的心情 用不同的席震 古人的讲究可见一斑 那也有人会说了就是 因为他们是有钱人啊 诶 但你看现在的有钱人 同样很有钱 但并没有过得这么有品位啊 说到这里呢 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了 同样一个墓 为什么会出现 猎侯的规制 诸侯王的规模 皇帝的残迹 三种不同类型的规格呢 这一切啊都得从刘鹤这个人 复杂的绅士开始说起 刘鹤他是汉武帝的孙子 这孙子呢 原本很安逸的在山东 当他的昌义王 后来当朝皇帝挂了西夏五子 就只能从其他兄弟的儿子里面 去挑选一位人来当皇帝 那个时候朝廷里面有一个掌权者 他叫霍光 人家是一个实际上的太上皇啊 他怎么能够允许一个历经图治的小娃娃呢 肯定得找一个不那么历经图治的 于是挑来挑去挑中了刘鹤 刘鹤这个人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喜欢玩 霍光就说我喜欢这样 就把刘鹤叫到了京都来当皇帝 刘鹤也真是够争气的 据说在他当皇帝的那27天里面干了1127件坏事 你知道什么概念吗 如果去掉他登基那天再去掉他退位那天 掐头掐尾就25天 再去掉他睡觉的时间 也就是说平均每15分钟他就得干一件坏事 多可怕呀 历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 但是也有人说了有可能是刘鹤干了三件事情 影响了霍光的利益 所以霍光必须要废掉他 第一呢是更换了太后的进攻守卫 相当于禁军统领 第二呢他是提拔了自己的昌义旧部 疏远了长安的朝城 第三件事就是他更换了兵府 这三件事终于惹怒了霍光 他团结了一帮朝城把刘鹤赶下了皇位 当然了历史书总是胜利者写的 刘鹤在史书上面便描绘成是一个荒淫无道昏庸无能的君王 但历史到底真相是什么我们无从得知 不过我相信从他不断被挖掘出来的文物 也许刘鹤的一生会被重新改写吧 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 你会发现说在汉朝这种等级制度非常森严的地方 刘鹤居然在自己的墓里面安插了 列侯 诸侯王 皇帝三种不同的规制 我有的时候在想啊 会不会是因为他不甘心以一个列侯的身份影响天年 他希望在自己的陵墓里面去植入一些他曾经有过的身份 让后人认识到原来他的一生是这样的坎坷 历史总是残酷而安静的 但是我相信从这些古代的墓葬品里面 我们也是能够窥见得出 2000年前的他们活得有多么的讲究 多么的用心 我相信这也是除了政治以外 考古留给我们最大的解惑和事宜吧 km 多么的工作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